外籍說這二四萬多 怎麼徹底或全面的解決 真的它不是一天做得到 它已經1993年到現在 而且它不是單一的一個策略 就可以解決 它必須同步考慮到蠻多 這些國家來的外籍配偶 現在是越南第一 然後接著是印尼 那其實差不多 為什麼不來 他們來台灣已經取得身分證也好 或者還沒取得身分證也有長期率 就讓他們接受律服的訓練 那他們就可以慢慢的 可以有一部分的功能去取代外籍 好 那這種地方 這種有些有些縣市是覺得很 很能理解而且好像可行 服務的老人阿公阿嬤 很可能在你服務的期間往生 那我們現在在面對這些居服員 怎麼面對往生就死亡 在居服員的訓練跟居服員的督導裡面 這些是相對被忽略的 那老人自有老人的福氣 老人自有老人的路子要走 這種話對於安慰不到 貼不到他的心 因為這個老人 我叫做類子女或者類家人 就類似子女 跟他已經服務相處了幾個月 甚至有些更長 對他們的性別 宗教 甚至生活習慣 以至於到這些人的心理的過程 他面對死亡的 使別的就替代性創傷的處理 這些種種都是未來我們必須要努力 所以像類似這些細緻的在日本 在歐洲的討論都被討論到 在台灣我們真的是 還有很多事要做 就是他的督導系統 以至於他訓練的內容 甚至於他整個支撐系統 我剛剛講的 這些都應該同步趕快的提高 在政策指導上都應該提醒他們